大家好 各位早晨 欢迎各位收听今晚酵天Live的直播节目 首先公布今晚最先进来的几位听众 第一位是Coach 第二位Jolie Chang 第三位Raymond Yun 第四位Vincent Chang 第五位粉皮 恭喜各位 但愿圣灵的恩典 以及圣灵的感应 这周就是常与刚才那几位听众常在 今晚我会讲一些新闻 有一些关于我人生的反思 然后再讲一些关于石安教会的东西 这就是今晚那些话题 为什么会有一些人生的反思呢? 就是因为最近我发觉我花很多时间打机 其实我之前有好一段时间没有开游戏机玩 花很多时间听歌和看电影 但是早前我就买了一只Metaphor 好像Persona的Metaphor 我就很享受 我现在已经玩完了 好像玩了七十八十个小时 就已经玩完了 我都挺喜欢的 因为我起码有玩完 因为有很多RPG 其实我是没有玩完的 但是这一只我起码有玩完 我都挺喜欢的 但是还没到超级喜欢的 例如如果跟Persona比的话 我就会喜欢Persona多些 但是这一只都相当不错 Anyway 玩完之后 就突然间令到我意会到 因为其实我还有很多其他游戏可以玩 我有一只新的龙珠可以玩 那只Sylent Hill第二集 我开了头又还没玩 其实我还买了一只Dead Space 早前我看到它便宜了 我看到它减了20倍 我又买了 那些游戏也没空玩而已 但是玩完Metaphor之后 就提醒我一件事 就是我最喜欢玩的 其实也是JRPG 所以我又买了一只鱼龙8 因为鱼龙7我是超喜欢的 我一向不喜欢鱼龙那些游戏 但是鱼龙7我是很喜欢的 我又买了鱼龙8 因为我看到它减价 我看到它减了半价 它还没便宜到我心目中的价钱 因为通常我买的游戏 它跌到20倍 那我就会买 所以它还没去到这样 但是它也半价 所以现在就狂玩 又是很享受的 我是很喜欢鱼龙 当它变成RPG之后 我就变成了很喜欢 OK 之前要打架 我就觉得很重复 我很不喜欢玩 之前那些鱼龙 我试过 我没有一只是玩得远 但是鱼龙7 我就从头玩到尾 很喜欢 很喜欢里面的角色 所以现在我对于鱼龙8 我的期待也非常高 这些关于人生的反思 就是突然想到 我玩一只游戏 玩五六十个小时 你想想 如果以我的聪明才智 以我的天才 如果我是 不花太多时间打机 你想想 我这个人 我的成就 是会去到哪里呢 我告诉你 会去到哪里 就是会像 这个人 这个人叫什么名字 叫赵子健 你有没有看三文见到 这个赵子健 很厉害 就是一个内地 九五后 即是未够三十岁 一个九五后的研究员 他有很多学位 他有四个博士学位 还有两个博士后头衔 你看他多厉害 他有什么学位呢 这个人在1995年8月出生 就是安徽淮南人 就是安徽淮南人 他的学历很厉害 他有艺术学博士 心理学博士 教育学博士 圣经研究博士 又有两个博士后 就是艺术科技 那方面的博士后 即是Postdoc 以及心理学的Postdoc 他在很多范畴都非常出色 尤其是艺术科技和心理学 因为他有两科博士后 为什么会突然提到这个人呢 就是因为内蒙古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 他会向外公开他们的研究人员 就是他们的个人简历 他其中有赵子健 就是他公开了他的CV 他的CV就是这样 有四个博士学位 未够三十岁有四个博士学位 还有两个Postdoc 还不止 因为他都没说完 他当然还有无数个石士学位 还有他做过压太正念心理研究院的监督 又有学术道德及合规委员会主席 然后又出过很多学术论文 24篇 有很多这样的东西 非常厉害 现在他被人质疑 又被人怀疑究竟他的学位是什么 又去搜索 究竟他什么博士学位 但是他在哪里读出来的博士学位 是不是好像林以乐 牧师博士那些博士学位 是怎样的 如果你有兴趣 你可以上网找 我看到有很多地方都有提及他 其实你自己可以搜索 这个就是他的蜜头 那些沙龙照照 赵子健 我刚才搜索过 他的学术论文是存在的 其实是 是吧 但是他登的那些 又在那些 就是那些 computer science 就是那些 范图的那些 journal 那里出 但是那些博士学位 其实没有 又不是computer science 所以我都 我都 我都不是很清楚 是吧 Anyway 很多人质疑他 现在有个人 突然告诉你他很厉害 他什么时候都是被人失忆的 所以现在他就好像说 那个内蒙古的什么机构 现在又好像反口 又说不请他 但是呢 其实我就 不是很理他 其实是 是吧 但是我最有兴趣就是想知道 就是他说 就是 那个 性经研究的博士学位 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是吧 所以 我就在那里找来找去 在他自己的个人简历那里 其实他也没有提到的 因为他有几个博士学位 但是他就只是提到 他有一个在韩国的加图纳大学 那里就拿到他的艺术学 哲学博士学位 OK 另外 那个心理学博士学位 他就在菲律宾内西武大学那里 拿到的 OK 另外那两个博士学位 他就自己没有提及 所以我就找不到 然后就在一些报道的内文那里 看到他就有提及 这个就是说 赵子健 就是他的教育学 和圣经研究博士这两个学位 就是那些的网上课程 就说是有证书 有证书的 但是 中国那些单位 就 到目前为止 尚未能够认证这两个学位 这样 可能就是因为那些网上课程 那这个就令我有一些失望的 那些网上课程 那当然是一些差的课程 对吧 那所以就 我想他那个圣经研究 哲学博士学位 就是等于没有了 其实是 他说虽然有证书 他甚至乎都不认识 他说证书 也不是学位 哈哈哈 所以就 就是 读了等于没有读的了 就是接近 就是好像 可能接近 林以洛那些 那些 就是差过林以洛那些 甚至乎 应该是 OK 所以就 没有了 对吧 我本来还兴奋一下 诶 竟然 原来在 在圣经研究的范畴里面 就是突然间有这个神人出现了 哈哈哈 有个这么厉害的人 对吧 谁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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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知道是流的 OK 起码在圣经研究那方面是流的 不过 其实 但是我也不太明白 因为他在大陆那里活跃 他整个这样的学位 对他来说 其实也不是很帮助的 其实是 是吧 那他在大陆有个 圣经研究的博士学位 那 有什么用呢 是吧 没什么用的 是吧 但是 他说 是吧 那就随便吧 而且他又有 他还说自己 有很多的 社会公职 他又说自己 是中国抗癌协会的会员 又说什么 中国心理学会的成员 又说翻译协会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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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 真的很有空 走去逐项查 有些是找不到他的名字的 所以 不知道他里面那些 流令坚 不过 有些东西 其实我觉得 不是说 流令坚的 例如 例如 林耳洛 他的学位 是坚的 你可以说是 是吧 但是不代表他认识的 不代表他认识的 不代表有任何 意味性的 那些 对不对 所以 有些东西 不是 留定坚的问题 是吧 但是 其实 这个人 这样 其实 已经算 比较正气 了 已经是 因为 那些 新闻 你多揭一两个 就是 在教会里面 发生的事情 有些 真的更加奇怪 早前 看到有另外一个 新闻 就是说 香港 我想是有个 基督教团体 那些 就叫做 儿童之家 那他那里 有个牧师 兼教 英文的 补习 男教师 一个男性的牧师 兼教师 他在四年前 邀请六个青少年 去酒店 又或者他家里过夜 然后 他说是一些护肝的解酒丸 可能他叫了那些青少年 去他家里或者酒店 大家一起喝两杯 喝完之后 就给他一些解酒丸去喝 但是其实是安眠药 就做到那几个青少年 就暈倒了 然后趁他们暈倒了 就性侵他们 并且拍下一些影片 这件事不是疑似发生 而是他已经承认了 有做这些事情 并且已经判了要坐 几年了 所以这些事情真的有发生 那些警察在他的家里 找到一些影片 还有找到一些其他儿童的色情影片 那些事情 所以这个人已经衰得正 他两方面 首先他是教师和牧师的身份 所以基于这个身份 其他人本身就对他有一个信任 再加上他的儿童之家 他接触青少年 可能是家里有些问题 他有些承虚移入 利用其他人对他的信任 其实是这样 对吧 这个是在香港发生的事情 在国外也有些类似的事情 这个真的很奇怪 这个是有一个 这个是英文人 这个是在美国发生的 有一个 youth pastor 兼 counselor 即是青少年导师 兼青少年牧师 身份的人 他发生了些什么呢 这个人已经40岁 我想 因为这些事情发生是几年前 我想发生的时候 他可能是三十多岁 发生了些什么呢 就是几年前 他在网上平台 即是社交媒体 他就认识了一个十二岁的女孩 当时那个女孩 他在网上 向人售卖一些 他不穿衣服的照片 他们就在网上结识了 没有详细说他们是怎么结识的 是不是说他买那个十二岁的照片 总之他们就认识了 但他们是网上认识的 不是真人认识的 发生了什么事呢 就是那个女孩以为 他认识那个人 是认识一个女性 认识一个女性 他就认识那个女人 就是会帮他 向其他人 帮他买他那些 不穿衣服的照片 是不是 因为他也不容易卖 其实是 因为美国十二岁 这些是犯法 他就以为有个女人 就是帮他去 买这些东西 但是他以为那个女人 其实是一个男性的 幼稚圣 过了几年之后 那个女孩 已经大了一些 已经17岁了 他们之间 已经认识了 已经认识了几年了 他已经大了很多 然后他们 去了另外一个州 去了另外一个地方 OK 那就发展到怎么样 就是这两个人 就是他们一起移居 去了另一个州 OK 那就是 那个女孩 因为他已经17岁 他就进了高学 即是那些 美国那些 那些专上院校 那些 专上院校 与此同时 那个年纪教师 就开始 就是 就是 要他 要他 应该怎么说 要他做prostitution 就是 中文怎么说 做妓女 做妓女 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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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 要那个女孩 卖身 要他卖身 OK 所以 他 但是 要他卖身 然后在里面抽涌 所以你可以说 他做了一个马夫 他做了一个龟公 他做马夫 他帮一个未成年少女做马夫 这样说 但是他里面那个 term 就是他 force那个女孩 into prostitution 因为那个女孩 本来是卖身 现在卖身 变成 那些人就是说 是他造成的 并且就是 从中抽涌 你看很多 就是那些粤语残片 就是那些人渣做的东西 就是在现实生活 就是这个人做了 做了这件事 那些 就是那些检控 各方面 就是把他描述到 好像一个人渣 就是说 这个人就是 他是做youth pastor 他的职责就是 照顾 和帮助 那些 5至18岁之间 那些少年人 就是教会里面的少年人 是吧 所以很多人对他有个信任 谁知道他是一个这么危险的人 就是说过那些 OK 那这件事 就是现在 在搞 搞 应该是未定罪的 但是暂时 就是法庭 就是 跟他说 他不可以接触 小孩 而且他不可以上网 你看 不可以上网 这件事 不可以上网 很严重 就是这件事 是吧 那就是 Past Crystal 他形容 这些职业 就叫做 马夫 slash pasta 马夫 斜洞牧师 是这些 做夫业 是 做夫业 OK 是吧 有时候 你看这些 这样的新闻 你对于 无论是 就是 就是 香港 又或者 香港以外的 其他地方 是吧 就是无论你有没有 国际视野 你看到这些 这样的新闻 就是你个人 都会觉得 很灰 就是你觉得 就是那个 哎 为什麽那些教会圈 就是这样的 就是当然 不是说 就是不会一个 就是 就是 不可以 就是一组组组 一船人 你当然不会说 就是 那些 教会都是 或者 那些牧者都是 那样 是吧 但是这些 这些害群之马 又确实 就是很 disturbing 就是很恐怖 是吧 所以 我们这个节目 都不可以 就是 在这样的 位去完结 是吧 我们要看回 positiv 看回 正面 正向 一些 没那么黑暗的 教会 所以 以下来 我们就会看 我们就会看 石安教会 虽然我常常笑石安教会 叫人吃太阳 那些 但是你想想 我吃太阳 那些 跟他之前 那些 搞小孩 那些 那些 又或者是 逼小孩 卖身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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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派很多 又确实 对 对 对 人家只不过是吃太阳 玩一下高达 对吧 就算 你就算 咖啡斗 灌腸 那些 那条腸也是他自己的 对吧 那你理得人 又真是 所以 你这样 比较之下 有确实 石安教会 又算是 很正派 又真是 对吧 所以以下来 我们也要 说几句 关于石安教会 一些事情 OK 但是 现在 我们就 先听一首歌 OK 先听一首歌 待会回来 就 转一转个通 是吧 不要那么 暗 不要黑暗 得那么厉害 好 欢迎各位 继续收听 今晚HowTeenLive的直播节目 OK 刚才 我在石安教会 那个网站 看到 他有个新帖 他就分享到 讲那个品格 和内涵的问题 他就提到 有一个很有趣 他就说 最近有一项 针对运动员的研究 看到有一个有趣的现象 他就说 这一项的研究 是探索 大脑 感到疲倦的傲悲 很多时候 当那些 参加实验的人 当他觉得 已经不可以再跑下去 又或者 举个啞鈴 已经举得很累 他举不起了 那些科学家 就是测试 他们肌肉里面 就是他们 那些 乳酸的累积 因为他们相信 那些乳酸值 可以用来评估人体的极限 他们的研究 就是看到 实验 就是 看到 其实 如果你只是说 他们的体力 就是 人体的极限 其实人体 一直都没有去到极限 但是 他们没有去到极限 他们的脑子 已经叫他们 说 你已经很累了 你已经不可以继续 举个啞鈴 你已经不可以继续 跑下去 你就要停 他就有一些反省 他们就在问 他说 为什么那些运动员 会觉得他们已经去到极限呢? 他说 说不定 这个大脑 就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机制 假设自己已经去到极限 然后 果断 就是要求你 停止再做 那些事情 所以 他就说 这个反省 就是 你应该 要学习突破极限 因为 其实 如果只是说 你的人体 其实 你是可以做得更多 他怎么说呢? 他就说 所以 我们要学习 通过 刻意超越 大脑的 负荷极限 就是提高 大脑 对于疲倦 错觉的 内受度 是吧? 那你就慢慢 可以 越做越多 就是透过这个 来突破自我的极限 是吧? 但是 其实 他 我觉得 人体 会这样保护你 应该是有他的理由的 如果 说不定 早前 那个 梁日华牧师 他不是吃汉堡包 吃到爆血管 是不是? 我已经说过这件事 那可能 他就是想突破自己的极限 在狂咬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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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堡包 是吧? 就是他 已经 足够了 是吧? 但是他还想超越 那个大脑 输送给他的信息 就是 爆了之后 还狂咬多一个 这样 还咬多两嘴 这样 最终会被捞到爆血管 是吧? 你不管大脑的信息 就是会造成这样的情况 是吧? 但是我不是想说梁日华 那件事 我是想说他在这里 突然间提到打机 他说 例如 在学习AOE的时候 AOE即是 Age of Empire 即是那种游戏 他们很喜欢玩的游戏 叫做Age of Empire 他说 例如在学习Age of Empire的时候 那个教会是会为那些学员制定不同强度的训练计划 就是帮助他们不断突破自我极限 是吧? 所以就是 他们将 我觉得有趣就是 咦? 我可以研究一下他们 他们怎么学习 打机 如何学习Age of Empire 因为我们已经说过 他们玩高达 我们已经说过很多东西 但是好像还没正式说过 Age of Empire 这件事 因为Age of Empire 这件事 他们是玩得很认真 他们是 搞得有课程 我找到一篇旧文 他在这篇文中 他有解释 制定Aoe Age of Empire 的策略训练 他觉得 教会里面 需要更加多 有策略思维 这类型的人才 所以 他觉得 Age of Empire 可以帮助他们 锻炼到这些人出来 在这篇文中 他们怎么说 他就说 透过经典的电脑策略游戏 世纪帝国Aoe 作为辅助教材 可以教导策略性思维 这就是一套 画时代的教材 梁亦华牧师 过去已经分享过 他在神的启示之下 他的思想速度 可以快 比其他人多倍 他想法快些 可能眼睛会转转转 那些 他说这些思维方式 导致教会有些人要几年的时间 才能够理解梁亦华牧师 在撒那间所得到的启示 梁亦华明白了 在一秒之间 已经可以明白的事情 其他普通人 需要几年的时间 才能够心灵神会 他们之间 想法快慢 即是 那个速度的分野 是如此之巨大 他说 其实在教会里面 他们是有一些策略家 他说 包括策略家在内 其实都没办法追得上 梁亦华牧师的程度 因为他基本上是神人 差不多是现代基督 所以梁亦华牧师 他尝试构思 究竟在世界上 会不会有一种方法 是可以教导到 大兄姐妹拥有策略性的思维呢 于是乎被他想出了 因为没有东西是难得到 梁亦华牧师的 因为他一两秒之间 他差不多是爱因斯坦翻生 他就想到这条绝 他就说 不如这样吧 我们可以用其中一个经典的电脑策略游戏 就是世纪帝国AOE 作为辅助教材 令到那些教会领袖 可以在听分享之余 也可以透过游戏 进行实物教学 大家都可以学习到策略性的思维 他们那个词就是 全城恩高 透过游戏 把他那些恩高 一砍砍砍就可以继续传下去 他们已经开了很多次了 我觉得最有趣的是他刚才已经说过 但我觉得最有趣的是他怎样说这个策略训练班 他说到游戏其实我不先说 我让你自己听 你自己听 他有些自己分享 参加AOE训练班其实是想改变自己 在当中怎样改变自己的性格和内涵 我觉得他很厉害 他觉得玩那个游戏不是头脑上的 纯粹 他是可以改变他的内涵 即是改变生命 不是只是说玩游戏 其实是在游戏的失败当中 怎样学会去解决问题 我想是解决问题 他不是解决游戏的问题 是解决他人生的问题 可以在游戏里找到解决人生的疑问 他能够从中找到一些答案 即是学习分配 正如今天重点所说的就是减少错误 我希望能够实践在信仰上 我也很期望将来自己 经过这一年的训练当中 自己是会脱胎换骨 脱胎换骨 在教会当中成为好管家 好的侍奉者 好的助力 时间上其实未必一定要很多 但每天都要持续行狗地去做这个东西 努力不懈地 每天可能15分钟 30分钟左右 你明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 他说的那只游戏 是可以透过这些游戏 可以令到他们脱胎换骨 可以令到他们做一个更好的人 可以影响到他们的生活 而他们怎么可以达到这件事 就是不是说 对那个人 他就说了那个四眼仔 他就说 不是说一个星期上那个什么班 日词是不行的 他说要每一天 要持之以行 就是每天用15-30分钟去复杂 去到练习 去玩这个游戏 你明不明白他们在做什么 这个是灵修 你知不知道 他如果刚才说的所有东西 他不是在说游戏 而是在说圣经的话 你会意识到他是在说灵修 对不对 灵修就是这样 每天 花几个字去复杂 去做那件事 然后你期望那件事 不是纯粹是头脑上的知识 你是有野心 那么你是希望他可以直接影响到 你怎么做一个基督徒 怎么做一个人 是会影响到你生命 是吧 就是你如果是持续去做这件事 你是会成为一个脱胎换骨的人 是吧 就是他唯一的分别 就是把圣经 变化了 变化了 变化了这个游戏 策略训练班 策略训练班 是吧 根本就是同一件事 其实是 是吧 所以他是很creative的 就是 其实他的底蕴 骨头里面 全是传统教会 他说灵修的东西 就是这些东西 其实是 无论他的目标 他的高 他的手法 每天几个字 做一点 是吧 但是他又将圣经 又或者祈祷 就是转换了 变成了去玩 特定的那种 Age of Empire 有些人就说 你要有一个好的灵修生活 那你才可以为主所用 才可以在教会里面 服侍其他的弟兄姊妹 那他就是这样 他就说 你要学 玩这个Age of Empire 每天玩几个字 就是你要参加这个班 你要有一个持续的 持续的练习 玩这个游戏的生活 你才可以成为神的管家 才可以成为梁日华牧师的助力 根本是同一样东西 其实是 只是由Bible 变成AOE 这样解释而已 只不过是 是吧 他已经搞了好几次了 他已经是 我也在看这个旧文 就是2017年的 我不知道他近年有没有再搞这些班 应该都有 应该是 是吧 因为AOE 他还有新出游戏 就是他有出续集 还有 这个就是在看2017年的 他就说 上一届 2014年的AOE训练班 哇 总共是经历了923天才正式结束 即是他的训练班 是历史两年多的 其实是 两年多的训练班 他说 这个 简直就是 神超然的923数字印证 是吧 根本上是完全不超然的 因为你的班多长 是你自己决定的 根本上是你自己决定的 他的训练班多长 你怎么可以说 一个超然的印证 一个巧合才是超然印证 那个班你自己可以决定有多长 怎么可能是超然印证 这个真的 是吧 Anyway 他就说 很多超自然的印证 是吧 相信每一位的学徒 都能够是学有所成 能够运用策略 和智慧 尽心尽力地去侍奉神 这边就有另外一篇文 就是说他们AOE策略训练班的个人史 因为他们也要考试 是吧 他们的考试是怎样的呢 这边就提及 就是说 这个是2018年了 所以是以前的 但是他说2018年的时候 在11月3日星期六 历时一年多的第四届AOE策略训练班 OK 那我们就在余芯海景酒店的会议中心 我们是迎接一个阶段的check point 就是个人战考试 所以他们在余芯酒店 订阅了一个厅 在那里进行考试 可能设计很多电脑 然后在那里狂玩 但是他们好像是考得很厉害 他们说是经过前后六小时的浑身解数 考六个小时 很厉害 考很长 因为我以前还读博士的人 考那些comprehensive exam 就是 就是 考常识的那些 都要温书的 因为你 虽然你不可以说 有个 理论上你不知道他会考什么 但是他考圣经常识 都是考那些东西 都要温书的 那就是 就是考那么久 就是考六七个小时 要自己带东西进去吃 他考这些试也要考六个小时 也要 他说经过六小时的浑身解数 那些学员 还有Eddie策略家 还有那些助教 指导员 还有很多工作人员 就一起 就是 宽天起地 在酒店 享用自助晚餐 除了肉体 得到饱足之外 还分享到 很多可以一生受用的 心法教导 又有一些敬拜赞美 但是 我觉得最厉害就是 他提到 在酒店那里能够得到 肉体 肉体能够得到饱足 在余心酒店那里 是吧 令人有很多的 遐想 他也挺虚陷的 我看他的照片 我先分享一些照片 例如 例如这张 好像也挺厉害的 Look at this 是吧 嘩 很多人都很喜欢打机 那时候 是吧 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少了 现在可能会变成高达 是吧 是吧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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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肉体得饱足 是吧 在酒店 是吧 是吧 酒店 肉体得饱足 是吧 这个不是我写他 是他自己写的 这样 但是虽然我们觉得这些是奇怪 但是比起 我们这个节目 一开始说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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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晚的节目时间 就来到这里 那下个星期 再见